都说石头开发麻长脚是千年难遇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就带你去看看石头开发是何等的模样 同时记得给我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洞口了 这里被封住的 这是挖矿的时候啊 挖出来的一个山洞 以前挖出来的时候啊 连续冒热气 然后没有人赶进去 这里下去据说有数捷 这里确实有很大的雾气 现在我的队友正在不限 哇 这里下去一定要用绳子 下面空间特别大 第一位好汉开始下降 从这里下来差不多四米多高 下来以后又是一个很大的洞天 这个洞腔比较大 哇 好漂亮的石膏金花 这些都是矿物沉淀 水分干掉以后 结晶体看起来就像花朵 所以我们通常被称为石膏花 这是一个原生态的山洞 从未被人破坏过 洞壁上全是这样闪闪发光的晶体 洞到现在一直往上 据说前面还有树井 我们继续向前 谁都想不到 从这么小的一个洞口进来 在里面居然隐藏着这么大的空间 哇 好深一个树井 这就是一个水龙树井 大概五十米左右 太深了 因为上面找不到神 找不到锚点 所以我们从这个半山腰 找一个自然锚点神将 这是一个裂缝 这里下去高度大概十多米 下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刚才我是在那个洞的最上端 遥坎下面 后来我们在这个山的中间 找了一个神将点 这下来大概十多米高 下去还有几十米的树井 这里呢 也是一个原生态的洞井 是一个山体的裂缝 开始出现一些漂亮的中游石 即将下第五个平台 第五个平台下来 差不多八米高 这个洞真的很齐巴 现在洞道开始往上 我们又要往上爬 在洞道里翻山越岭 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 前面不汉吗 快 超乎你的想象 我都差点没爬过来 我的天哪 我们从那个小洞里爬过来以后 你看 看看 我的天哪 这里的高度 现在大概有二十米左右 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 这个洞井 对 好大 这个地方哈 才是这个洞的最漂亮的分界线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一探究竟 啊 这里又是一个大的洞亭 真的是漂亮 退后 我要开始装逼 给我装 Later 现在已经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这里的美丽与壮观 相机也记录不下来这里的震撼 只有身临其境 你才能感受到这样的美 全是 对下去 一直都是这种中蕁石 这又是我们发现的其中一个秘境 洁白如玉 每一个中主石都是这样的透明 什么叫冰雪两重天 这边是冰 冰青如玉 然后这边是雪 洁白如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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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棵中主石 它是怎么断掉的 它里面也跟树一样 有年龄一圈一圈 这表示它长了多少时间 敲掉口戏了 因为水流的改道 这一派我管 全部都停止生长了 漂亮的石膏金花 水排石漫金光闪闪闪的 这个大城里面 中午石漫交相飞翼 太热了 看 这个大石柱 可能长了 几十万年 也可能上亿都不止 跟我装 来点 不知道前面还有没有动道 看来这整座山都是空的 在这岩壁的两边 全是这样的纯白色的石膏金花 还在发育之中的 前面应该越来越漂亮 在这两边全是石膏金花 看起来就像这些石头上面 长满了一层白色的绒毛 特别壮观 一直从这里延伸进去的 我们将从这里一直走进去 看能通到什么地方 上面的这些综乳石的全是成麻花形状 一直都是这样的综乳石 这样的景色如果没有人来探索发现 它可能会永远沉重在这个地底 像这样的琥珀色的这种综乳石 这也是探动以来第一次发现 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成这样的琥珀色 全是这样透明的 这种从未见过 这是第一次 下面也是这样白米透黄的这种琥珀 全是这样透明的石中综乳石 一面墙都是壮观吧 这里看上去有一种草传借鉴的感觉 这样的景色只能用光彩夺目 如花似玉 轻薄倾尘 来形容 这里是一种极致的美 相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这里的全貌的 只有森林其境 你才能感受到这里的壮观 石旗 石蔓 窗帘 石膏金花 这些融为了一体 从这个裂缝进来后 这里更加的震撼与壮观 看起来是不是像一道一道的窗帘一样 这个小洞捞进去 不知道通乡何放 这里已经没有路了 但是可以看出这里的闪闪发光 好漂亮的 像不像雪花 像打了一层霜一样 进入这个动道 我们仿佛直升于那个 一个大冰柜里面 这上面全是极为的石膏 就好像极为霜一样 我要开始装冰 给我装 上面也是这种琥珀色的中树石 在这边出现了一个石盾 这是一个震动之宝 有这种石盾的地方 基本都会成为震动之宝 这个极其的罕见 它的宽度大概有一米五左右 这里看上去 因为因为有差不多十米的高度 所以观测不到它的特写镜头 这里出现了一座五指山 在它的上方是这样琥珀色的中树石 一路进来全是美景 感觉这些中树石就像一件一件的工艺品 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精心雕筑过的 这是目前我们探过最漂亮的洞 就像冰就像在冰箱里面一样 弱大在冬天里面全是这种洁白的石膏 这个美景就这样拍出来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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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ticanprech asett得不 MJ 以上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十位景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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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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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可能也有100米 看我这上面 是毒狼 它的距离在50米 雲雾缭绕 啥也看不见 就连对应的岩壁都看不到 通过来的距离在这里面 里面屋气太浓了 基本上是看不见什么 这里下去应该还要100多米 下面两个小凉点还得继续往下降 全前的崖壁都是这样丝法 在上面很难住脚 现在我这个位置是往上100多米 往下100多米 兄弟 不是兄弟我就不送横着 我都不来了 我一讲 太那么客人 200多米了 还是这样的一个垂直大竖井 下面好像有中路石 到这个地方呢 大致开始送横着下去 这里下去是一个小平台 往下还有一个不是深度的竖井 天呐 对面是一个大烈火 又从那个延伸底下开始往下延伸 我终于到这里了 大点满地公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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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那我们下延伸一下 然后下去 下加可能 再加了 rapping 马上 下延伸 下来 下来 就全是这种飞盐 总体面积大概在20个平方左右 到这边还有一个向下的洞道 从上面50多米的盐壁中 又开始向前方延伸 一个很长的列放 我们下来的时候 远着那个洞口盐壁流下的水 到我们这个底下来 已经飘飘沙沙的 形成了一个下雨的下暴雨的状态 应该是什么大型动物的骨 好粗啊 哇 这是什么牙齿 我的牙齿 你有那么大牙齿吗 有牙齿 不像 这个动物的牙齿花十八了 这个应该是把大水冲下来的 这个呢 这个是铜的 是铁的 铁的 铁的 对对对 是个铁杆 汉盐 抽汉盐的这个铁杆 这里还有一个变像的 这个是还没烂的 这个抽汉盐的这个铁杆 头子还比较完好 还是纯铜的这个 下面的鸡盐都是成黑色状态的一个石肺盐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探索 下面什么情况 生的很 生的很 这一步下来 底下也全不是这种非盐对水融丝的一个水道 再扔一个石头给我看看 现在这个绳子就剩这么一点了 那绳子能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希望能把这个洞干到底没有害怕只有继续 刚才扔石头就扔到这个水潭里面的高度大概在100米左右 这边是一个水融的一个凹槽 还比较深呢 好多事情就和那么机缘巧合 我们刚开始在上面扔石头的时候 以为这个洞穴我们探不到底了 没想到下来以后 在底下基本上就可以走路下去了 这边是一个消水的洞穴 但是在这边好像还有一个干脆洞穴 看着这么大洞穴 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它的滑雨就结束了 要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洞穴 哇塞 看这底下好像是煤 一车很厚的飞 飞的 真的是煤这个看见没 口齿温了 下面也是地下岸盒是水 但是这块没水都下不去了 前面还有一个地方往前延伸的 看看能不能跑一条路出去 我们这里底下就是一个树井 刚才扔石头下去的时候 叮咚 从这里过去的话还是有点烂的 现在地下是个恒生的锁井 这段有点让人心惊战的 下面没问题 下面应该没问题的 只要帮我这段过来就好了 这个不是软的 或者是软 就只有这刨 从这里过来 开工就没有回头见了 你前面洞道越来越近了 这边下去好像 还有很大的洞道呢 哇塞 这边就像煤矿一样 同志们 全是黑色的石头 像煤矿一样 哇 上面又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梳井 天呐 这个地方还深得很呢 哇 木头姐 阿智 这里面应该千万没有人来过 这肯定的 我们是 首次踏出这些地方 走在这里面 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哦吼 雷都闹了吗 那往上是一个盲洞 哇 原来这是个回水弯 而且这个底上的土 好硬啊 像截到一层碱一样 你看 走上去咔嚓咔嚓的 看 可能还有销 下去看 线好深了 快来快来 再转弯了 哇 哇 又连锡了啊 不是啊 你看这个柴脚下去 下面是锡的 哇 别下下去了 哇 全是稀罹 站进去 哇 妈呀 上面就是一个 远古水流融丝的一个 最原始的一个 活道 完了这个原来是个飞烟 往下融丝 就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动靴 哦 地下河来了 同志们 我地下河了 啊 看 一条黄色的地下河 哎 那就是我们去的那里 那个出水口 出水口 对 哎呦 这是另外一条地下河吧 这是个下河 鱼齐 哦哦哦哦哦 好深哦哦哦哦 太大厉害了 啊 啊 你说的这个山流是通到我们刚才神将那个地位主持组了是不是 对 我们在那里走到一个圈 走到一个圈 对 要走出去了 走出去了 他就是山游通向我们神将那个地方了呗 对 在我们神将那个位置去了 那等一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从这山上回去呗 不用去爬刚才那个坡了 是吧 对啊 我往下游走一段看看 行 这水行不行 我从上面过来的 你看 就这么行的 算了 我从下面来 它这个是 这里结果倒出来我们下来的 咱们很高 哦啊 走了半天还没过来 现在我们 来了 来到这个 下游 继续去摊索 这里底下这个锤 扯一层黄色的状展 你看 黄色是青黄斤的 这个叫 这个叫 拔八 这个叫毛的 你才摸吗 这个石头是蛮好看的 看这些原始的火道在上面 像豆腐块一样 沙发全是鲜角的地方 噢 开到头了吧 这里要动的菜式慢慢变小了 好像到头了 上面有个干弄到 先看看水道 这在慢慢有 还有五七八十 去不了了 好 前面还能不能进啊 进不了了 就是一个小洞道了 一个小洞道吧 你都爬了过去 他前面就是个湖流 那算了 我们不去了 这太关心了 万一外面下雨之后 我们就出不去了 那可不 好多啊 那些 我看看这个干洞道 火操火鸡 上面这洞还搭着很火鸡 这也是一条原始的火道 你看 它全是沙子 这个不知道穿到哪儿去了 这个 水道走不通 我们也走干洞道 这个是沉坡 我们还能把这儿干洞道 给它搭着 人家是啥子 啊 人死人 人死人在表边上 哦 火 还真的很 人过不去啊 太小了 30公分块 过去了 上面有鹅馆 像种子一样 是个扁风啊 好 你稍微进去看看 我也爬不进去啊 你看这么长 卡一下 给我们视频前面朋友卡一下 你是最瘦的一个了 别去了 别去了 我最瘦的 你看 最瘦的都进不去了 卡在这里了 别去 别去 大家卡住了 不好 不开玩笑 在300米地下 前面去不了 去不了 在300多米未知的地下世界 两处深邃的动道尽头 已经超越了人类探索的极限 前方的路是艰难险阻 还是通向未知的奇妙之旅 我们无从得知 在探索自然的同时 我们必须敬畏自然 谦虚面对这无尽的大自然奥秘 只有这样才能在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 或许有些评论会说我们的技术不够 比不上某些人 但请记住 永远不要把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当小聪明 对于未知的领域 我们必须保持谦虚 而不是盲目之大 地下世界黑暗无比 错综复杂 现实情况永远比你看到的更恶劣 在此同时也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是巡递富豪跑国 关注我 带你领略最真实的地下探索实路 揭开更多奇温一世的真相 精品离境 天快黑了 早上8点钟下去了 现在6点 现在7点多了